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众所周知,在魂师大赛期间 其保留立宗宗主宁风质有了很多出场机会 并且还表现出非常渊博的武魂知识 而在比赛过程中,也是多亏了立宗质的讲解 大家才能清楚地了解到赛场上的情况 所以,就连高高在上的雪月大地都得依赖立宗质 因为有很多复杂的比赛,战术和魂技表现,他也不懂 而一旁的立宗主,可以给他做准确的解释 但原著重新的竞技赛中 史莱克战队遭遇巴拉克战队的这场比赛 连命风质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这场比赛,小五代表史莱克战队第一个出场 连败对方多名成员 其中遭遇一名无魂为太阳花的魂踪对手 小五被对手的毒物攻击眼看就处于危险当中 但小五身体却突然散发出金红色的光芒 成功破除了毒气攻击 而这又让雪月大地非常疑惑了 命风质很清楚,小五使用的并不是魂技 因此猜测,小五有魂股 不过,之后唐三知道真正的原因 其实是相似断肠红 作为花中之王的相似断肠红 与小五得鲜血结合之后 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联系 因此,花类无魂攻击小五 会被相似断肠红成功守护 但是这并不符合比赛规则 因此他还是命令小五藏好 以免被无魂殿抓住把柄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